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河南鹤壁119命案 这起案子呢 发生在1997年 是在河南汛县新镇镇 河南鹤壁汛县新镇镇呢 在当年有这么一个烟酒批发布 叫什么呢 叫金满楼 谁开的呢 这个人叫郝清顺 1997年1月18号 这一天呢 郝清顺没有感觉到任何一点异样的情况 命案发生之后 街坊司令们都说 谁也想不到镇子上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郝清顺开的这个烟酒批发布啊 是个二层小楼 东边呢 紧邻着新镇大街 往西呢 是造纸厂 在金满楼和造纸厂中间 有那么一片荒草杂树林 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之中 可以说啊 郝清顺家的一切生活起居 一切商业活动 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天天都能见着郝清顺 整天乐乐呵呵的进货卖货啊 大把大把的钞票就在他手里边转出转进的 郝清顺的妻子呢 叫耿兰蓉 他呢 整天的就是帮助自己的丈夫忙里忙外 两口子呀 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整天的就是在大人们屁股后头跟着钻来钻去的 对于善良的街坊来说呀 大家不会说什么眼红啊 什么嫉妒啊 人家日子过得好 大家呢 也都替他们高兴 可是 有这么两双邪恶的眼睛 可就盯上他们家了 这两双眼睛啊 要不在街面上盯着他们 要不就到金满楼后边的那片杂树林里边 窥视着他们 命案发生之后 民警们呢 勘察现场 在那杂树林之中啊 有一个废弃的激警房 在这激警房里 就发现了凶手的遗留物 两个人杂乱的脚印 还有一个空烟盒 这两个人呢 在案发之前 整天的就在那踩点 观察批发部进货出货的情况 观察好清顺一家人的生活规律 以及在那研究作案之后撤离的路线 可是对于这一切 好清顺无从得知 他就觉得这天特别忙 自己啊 就跟陀螺似的在那转个不停 歇下来的功夫也没有 但是好清顺 这一天心里边可高兴了 心情特别好 为什么呀 除了生意火之外 第二天呢 是他妹妹结婚大喜的日子 这对于他这个当哥哥的来说 那就是大好事啊 忙忙碌碌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转过天来 天一亮 在街上开理发屋的二皮 早早的就起床了 他呢 开始打扫自己的那个发廊 准备开始接客人了 他就琢磨着 好清顺他妹妹不是新娘吗 肯定一早上就该来盘头发了呀 怎么左等右等 就是不来呢 二皮就决定啊 到好清顺家看看 你说这家人啊 马上要结婚了 这大喜的日子了 怎么早上还赖床啊 好家呢 离二皮这个发廊啊 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二皮走到好家门前 扯着嗓子就喊 好清顺 好清顺 哎 喊妹妹 该盘头发了 可屋子里边啊 没人回应的 二皮一看 睡得够死似的呀 就用手啊 去拍门 咚咚咚咚咚咚 不拍不要紧 这一拍 这门呢 忽然就裂了一道缝 屋子里边黑洞洞的 什么也看不见 二皮一想 我这敲门敲这么大声 又喊了半天 他们也该听见了 也该起床了 我呀 店里没人 我还是往回走吧 刚回到店里 就见好清顺的小外甥女儿 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了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我就 我就被杀了 二皮一听 当时这心里边一激灵 赶紧把邻居孙学德叫起来 一块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1997年1月19号早上8点10分 河南贺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接到了汛县公安局的报告 也立刻赶赴案发现场 9点左右 刑侦支队啊 就赶到了新阵阵 到了现场以后都围满了人了 汛县公安局刑侦队 还有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早都来了 已经在金满楼前面 拉上了警戒线 刑警还有技术侦察人员 小心翼翼的进入到了案发现场 金满楼不是二层小楼吗 一楼啊 是营业的场所 柜台啊 记账用的写字台啊 都被撬了 那烟箱呢 也被撕开了 地上啊就散落着一条一条的香烟 还有火腿肠什么的 一片狼藉 刑警在一楼啊 发现了一个起钉锤 锤子的一端呢 带着血 估计啊 这就是作案工具 一楼除了做生意这一个大厅之外啊 靠里还有一间屋 那是郝清顺家的卧室 郝家三口人 都在床上躺着呢 不过呀 仨人都已经死了 三个人的脑袋 那都是血肉模糊 胸部 颈部 都有刀痕 两个大人的胳膊上 都有抵抗伤 被褥枕头 还有掀起的蚊帐上 那是血迹斑斑 靠着床头墙上的血迹 是喷射状的 一把带血的双刃刀 就丢在枕头的一侧 三个人的尸体 已经出现了大片的尸斑 全身的关节都已经僵硬了 根据法医推断 预计死亡时间 是在凌晨三点左右 屋子里的东西啊 被翻得乱七八糟 桌子抽屉呢 也都被撬开了 刑警在现场 还发现了一双 用过的白线手套 还有一把和外边大厅里 发现的一模一样的 起钉锤 那锤子上呢 也有血 现场勘验 检查的特别仔细 刑警就打算 从这些蛛丝马迹里边 寻找侦破方向 在二楼靠西的窗口那 有灯榻的痕迹 还有两双脚印 刑警啊 跟着这脚印 一路就找了过去 一直就追到了 金满楼西边 那片荒草杂树林里的 激警房里 于是刑警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当天凌晨 早就才好点的凶手 从激警房 悄悄的出来 攀着好清顺家二楼的窗户 上了二楼 随后又到一楼好家的卧室 杀人 然后翻遍了楼上楼下 寻找财物 最后从一楼正门 逃离现场 根据现场勘验的情况 刑警把119命案定性为了有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作案人数两人到三人 并且做出了侦查建议 说此案呢 作案手段残人 绝非个案 还会有系列案件发生 应该从临近地市类似案件信息里进行串并案工作 案发之后 确实也验证了 民警当时判定的侦查方向太正确了 可是啊 令办案民警都没想到的是 这起案子的侦破工作 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始终没有取得什么突破 这起命案的侦破过程呢 也没有那么离奇曲折 专案组的刑警找遍了所有和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也排查了所有和好清顺家有过节的人物 但是始终一无所获 119案一度就成为了悬案死案 厚厚的案卷上啊 都落满了灰尘 当年参与本案专案组的刑警们都感到很无奈 时间一晃啊 就过去了七年半 119命案的侦破终于出现了转机 2004年9月29号 在全国公安系统展开命案攻坚战之中 河南省公安厅刑科所通过指纹检索 发现在河北永年200052命案现场提取的一枚指纹 与河南玉北监狱再押犯张贵堂的指纹极其的相似 于是立即通报张贵堂的户口所在地 训献公安局 那这案子跟这119命案又有什么关系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那枚可疑的指纹 咱们这期啊 接着说 训献警方呢 就调阅了河北永年命案的案卷 就发现呢 永年命案与训献119命案作案手段 作案工具极其相似 训献公安局局长当时是张志学 在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特别的兴奋 张志学呢 是02年才调任训献公安局局长的 虽然119命案发生的时候他还没去呢 但是作为老刑警 他一到任就死死的盯着这个命案 在他看来啊 作为一名刑警 不能侦破自己管区的命案 甭管怎么说 你别说多难 那也是一种耻辱 所以这回这张局长对这枚指纹呢 那是格外的重视 他呢立即安排刑警 赶到预备监狱提人 与此同时 他把这个信息向贺碧市公安局长 做了汇报 当时贺碧的这位公安局长啊 原来呢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啊 零四年四五月份之间贺碧市的社会治安呢 特别不好 命案攻坚的也陷入了低谷之中 甭管是现行命案还是机案命案 侦破率都处于全省18个地市里面的倒数第二 多次受到上级公安部门的批评 在当年五月底 这位局长呢 这才临危受命 上任之后重中之重 就是要侦破这些大案要案 所以这位局长当时就指示张志学 说要抓紧审讯 举一反三 争取多从这个疑犯嘴里面掏出东西来 张桂棠被押解到了训献看守所 审讯在当天就开始了 可是审讯工作很艰难 这张桂棠啊 虽说大字不十几个 但是在社会上混了十几年了 而且已经是三进攻了 他了解整个审讯程序 甚至他比很多新民警都了解 多多少少啊 他也知道刑警们的心态 刑警们用的方法 这就造成了审讯障碍 负责审讯他的 是时任训献公安局副局长张宇军 张宇军呢就问他 张桂棠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俺知道 2001年 俺在贺比骑兵开发区 偷东西 让开发区法院判了四年 张桂棠 你还有什么罪行 没有交代啊 啊 没别的事了呀 你们让俺想一想啊 张桂棠啊 很狡猾 低下头 拖延时间 同时呢 也是在思考对策 过了一会儿 抬起头来 呃 哦 你记起来了 然后啊 在那装作努力回忆的样子 叙叙叨叨的就说 哪年哪月 我还偷了什么 哪年哪月 我又参与了 哪起盗契案 张桂棠 就这么结结巴巴 断断续续的说着 张宇军他们呢 都耐着性子 就得跟这张桂棠 比心智 拼耐力 刑警们呢 就在那听张桂棠 啰啰嗦嗦的说着 与此同时 天色不知不觉的 可就黑下来了 台灯的光 就都照在了张桂棠 那张紧张 忧虑重重的脸上 八个小时的审讯 很快就过去了 可张桂棠 就是没开口说重点 现在的张宇军 手里边有证据啊 但是 还不急着亮给张桂棠 始终是不动声色 张桂棠 我提醒你一下 1997年1月份 到过训宪新阵阵吗 你必须老实交代 张桂棠 一听97年1月 训宪新阵阵这几个字 脸色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嘴唇呢 都在那微微的抖动着 这一切 可逃不掉刑警们的眼睛 这张宇军副局长 心里边一亮 他知道 这一切呀 终于要真相大白了 张桂棠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是不会把你 从玉北监狱请到这儿的 你交代也罢 不交代也罢 证据确凿 一样治你的罪 你说说 那把代写的起钉锤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跟你一起作案的同伙 已经交代了 你还等什么呀 张桂棠越听 那嘴唇呢 哆嗦的越厉害 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这才说 按说 按说 于是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 可就浮出了水面 这个人叫阎伟民 咱们呢 就来说说这张桂棠和阎伟民的故事 1968年 张桂棠出生在河南汛县同镇东张蛙村 他们家呢 日子过得挺苦 家境贫寒 再加上从小啊 就讨厌上学 厌学 所以读完了小学一年级之后 就辍学回家了 各位想啊 只上了小学一年级能学会什么呀 所以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半文盲的状态 等他长大成人之后 电视啊 广播呀 发展的铺天盖地了 张桂棠 别看知识水平不高 别看又生活在农村 但是他并不封闭 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 啊 有钱人的日子 人过得更是非常的嗨皮啊 从小到大 他就指认一件事什么呀 钱 他说了 别的都是骗人的 钱才是真的 张桂棠少年的时候啊 在村子里边劳动 不上学以后呢 先学的石匠 整天的就在后山 灰锤 披石头 叮叮当当的 寻找他的生路 村里人回忆那时候的张桂棠 说这孩子呀 憨厚 就知道干活 那么张桂棠后来和严 美民在杀人之中 为什么会选择铁锤做凶器 这跟他少年时做过石匠 这是有关系的 锤子他用着顺手啊 想着从石头里边挣出大钱来 那可不容易 所以青年时代的张桂棠啊 就离开了采石厂了 开始在社会上游荡 他呢 收过废旧物品 也干过小偷小墨的勾当 二十岁的时候 他到陕西的镇安县 学会了一套 从废弃的定影业里 提炼白银的技术 张桂棠 从废弃的定影业里 提取白银的做法 这无可厚非啊 甚至可以说这是资源再生 可持续利用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提炼的白银 在当时必须是国家收购 你私下私自倒卖 那被称为倒金换银投机倒把 这是绝对禁止的 张桂棠的毛病可就出在这了 1989年 他就因为这事 被镇安县公安机关抓获 刑事拘留了六个月 不去刑事拘留还好 这一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过这半年 这是张桂棠走上罪恶之路的关键时期 咱们总说人这一辈子呀 是由无数件事啊 无数个关键的节点 所连接起来的 你没经历这件事情 而经历了别的事情 那么你这人生可能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张桂棠为什么走上末路 就是在看守所这段时间 认识了一个他不该认识的人 这个人姓周 被张桂棠称为周哥 后来张桂棠和严伟民 在交代之中都提到过这个人 说如果不认识周哥 可能我们也不会有今天 他俩到后来啊 还反省呢 说交朋友啊 一定得慎重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 张桂棠就跟这周哥搅在一起了 在张桂棠看来 论起发财 比在踩石场敲石头块快的 那是提炼白银 比提炼白银更快的 那就是偷东西 这时候的张桂棠 已经算是半个职业选手了 他跟这周哥呀 几乎是见什么顺手就偷什么 1993年 张桂棠跟着这周哥 在训宪偷了一家农户的骡子 俩人呢 就让当地派出所给抓住了 在审讯之中 张桂棠还挺讲江湖义气啊 把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了 被训宪人民法院 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那周哥呢 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在张桂棠和周哥的交往过程之中 张桂棠是通过周哥认识的颜伟民 他俩这一认识啊 对他们俩来说 这都是悲剧 假如说他俩不认识 或许俩人也不至于手拉手 肩并肩一起走上断头路 是吧 那这俩人到底是怎么走上了 嗜血成性的恶魔之路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张桂棠和颜伟民俩人要是谁都不认识谁 可能还不会走上最后这条绝路 这俩人呢 可以说是臭味相投 1994年9月8号 张桂棠行满出狱了 一时间呢 没住处 听说周哥在颜伟民的老家 河南长阁市石像乡盐庄村 就去找他们俩去了 这骡子事件之后啊 周哥就觉得 我这桂棠兄弟行啊 讲义气行侠仗义 我认定了你这铁哥们了 周哥呢 就收留了张桂棠 张桂棠就住在周哥租下来的这个屋子里边 时不时的跟着周哥还颜伟民 就出去偷东西去 反正都是些鸡鸣狗盗 小偷小莫的勾当呗 周哥管张桂棠的吃喝 也时不时的分他一点烟酒零花钱 1995年张桂棠在常哥呀 认识了一个姓乔的女人 这个女人呢 长得有那么几分姿色啊 很风情 很会勾的人 这让百无聊赖的张桂棠 感觉到幸福啊 感觉到心里泛起了涟漪啊 张桂棠就带着这个乔小姐吧 乔妹妹吧 一起回到了老家 训献东张八村 过起了同居生活了 当年5月4号的时候 训献张国庆等人 开着一辆旧面包车 到村子里找张桂棠 就一块商量着 咱们偷点东西吧 咱们发点财去吧 跟乔妹妹同居的张桂棠 这时候手里头也捉襟见肘啊 原来一个人过的都不富裕 现在俩人过日子 那刚不行了呀 几个人呢 一拍即合 在这之后 他们是经常结伙作案 曾经在汛县 把一辆拖拉机的机头 偷出去变卖 几个人呢 就地分赃 结果没多久 这案子呀 让公安机关给破获了 张国庆他们仨人 就被汛县公安局给抓住了 张桂棠属于漏网之鱼 带着自己这乔妹妹 就溜回了长阁 到长阁是去找周哥和严伟民的呀 可一去了才知道周哥跟严伟民呢 因为入室盗窃 严伟民被当地公安机关抓住了 周哥这回虽然又跑了 但是跑回了陕西镇安老家 再也不敢回长阁了 哎呀 张桂棠跟这乔妹妹眼瞅着 长阁咱也待不下去了 去哪呢 还是得回自己家呀 又回到了东张娃村 在陕西镇安县看守所的经历 在汛县看守所一年的经历 以及身边这些哥们们纷纷落网的事 让张桂棠多多少少的感觉到了 法律制裁的力量 他也认为监狱里边的饭呢 可不好吃啊 于是这一回 张桂棠小偷小摸的那个习惯 那个眼头啊 那个犯罪的心理略微的有所收敛 张桂棠回到村子里之后 就去了采石厂 重操就业 重新抡起了铁锤 可是乔妹妹受不了啊 原来挣钱快花的 也快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现在那不行了 你那儿抡大石锤去了 我天天干什么也没钱花呀 她受不了这种日子呀 所以啊 人就要回自己娘家 张桂棠就在那儿要死要活的挽留啊 亲爱的 你不要走 你都撩我这心里很难受 可不管他怎么拦 也拦不住了 此时的张桂棠啊 跟七八年前去陕西镇安时 那个矛头小子 已经是判若两人了 那时候的张桂棠愣头愣脑 血气方刚的 虽然说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吧 但还算是比较单纯 可现在的张桂棠都两进宫了 经过风浪见过世面了 这种不闲不淡 整天石头堆里悄悄打打的日子 他也受不了 所以没几天张桂棠就离开采石厂 又去长阁找他的乔妹妹了 这段经历啊 跟张桂棠日后会犯下命案 犯下大案 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他是实将出身 性格倔强 又没怎么上过学 也性十足 同时见识过花花世界 他有着对金钱的渴望 又东过监狱 对社会又有着刻骨的仇视 这一切算是为他日后的罪恶之路 坐足了铺垫 长阁距离汛县 二百五十多公里 张桂棠啊 坐了几个小时的车 风尘仆仆的 就赶到了乔妹妹家里边 站在院子外边的张桂棠 还没见着乔妹妹呢 就听见乔妹妹在院子里说话呢 毕竟个把月没见着了 心里啊 哎呦 激动的都不行了 可是 开门的是乔妹妹的家人 一见张桂棠死活就说 不在家啊 我小乔不在家 你走吧 张桂棠气的呀 怎么不在家呀 我明明听见他说话呢 怎么就不在呀 张桂棠不愿意离开 把这门哪 敲得是光光响啊 这门呢 就又打开了 这回这乔妹妹的家人也不客气了 张桂棠 说不在家是给你面子 你也不照照镜子 穷哈哈的 我们小乔 凭什么给你跑东跑西的呀 哎呦 这话把张桂棠说的呀 牙口无言 愤怒 羞辱 悔恨 现在张桂棠的心情那是复杂极了 张桂棠狠狠的瞪了乔妹妹家里人一眼 转身就走 乔妹妹家给他吃的这闭门羹 极大的刺激了他 他发誓 我以后要是不干出点名堂来 我绝对不再见乔妹妹的面了 他来了之后 没见着乔妹妹 去干嘛呢 也没事干 就在长阁街面上闲溜达 忽然就听说呀 这阎伟民 已经从看守所放出来了 行啊 乔妹妹没找着 这找着一好兄弟 也好事啊 就找阎伟民去了 阎伟民见着张桂棠也高兴 俩人呢 在街上就找了一小酒馆 你一杯 我一杯 咱俩谁跟谁 是吧 看见张桂棠情绪低落 阎伟民就问他 桂棠啊 怎么回事啊 张桂棠呢 也不说 就在那闷头喝酒 阎伟民呢 比张桂棠学历高 人家上过高中 比张桂棠呢 又大两岁 为人呢 也比张桂棠机灵 作案的时候呢 一向很谨慎 一向是诡计多端 并且从来没失守过 上回是跟着周哥 在那儿撬门扭锁的时候 让公安局给抓着了 刑拘了六个月 阎伟民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这么聪明的人 就干这么点事 就被抓着了 太不划算了 一开始啊 阎伟民跟张桂棠 也没怎么深聊 但是酒喝多了之后 这话可就多呀 阎伟民就跟张桂棠说 桂棠啊 咱们以后 可不能再这么 小偷小摸的了啊 你看 听阎伟民这话 您是不是感觉 这要大车大物 回头是岸了啊 甭着急 您听他下一句话 咱们哪 得干大事 哎哟 这才吃了 乔妹妹家的闭门羹 还没咽下怨气的张桂棠 接口就说对 咱们哪 不干就不干 要干 咱就干大的 俩人不谋而合适啊 不干大事 怎么挣大钱呢 要挣大钱就得干大事啊 哪怕一年就干上 那么一件两件 那也行了 两个人还约定好了 咱们哪 别在街面上 在那小偷小摸了 才好点 入室盗窃 如果被人发现 就把他给干了 张桂棠和阎伟民 第一次杀人呢 是在1996年3月22号的晚上 也是一个临街的烟酒日杂门事部 在哪呢 在河南卫辉市后河镇 那天早上啊 俩人呢 从长阁搭乘一辆公交 车反正也漫无目的 就在四处晃荡呗 上车之前 俩人就商量好了 咱们哪是走哪算哪 看哪个点方便 咱们就在哪做案 公交车到了 卫辉市后河镇新仆路上 两个人呢 就发现有一家烟酒日杂店 虽然是在镇上 但是很偏僻 适合作案 也适合作案之后跑 于是俩人就下了车了 两个人在这家日杂店附近 走了好几个来回 这算是才好点了 这之后 俩人就到镇上转了转 消磨消磨时间 一直熬到了凌晨一两点 俩人带着刀 带着大号改锥 可就接近了这家日杂店 他们目的啊 很明确 就是入室盗窃 或者是抢劫 虽然没说这回一定得杀人 但是早在长阁 他俩不就商量好了吗 作案的时候 如果被发现 那就杀人 这是两个人的共识 这是既定方案 就得朝着这个方向 一步一步的走 可杀人 毕竟跟普通的盗窃不一样啊 虽然都是犯罪 那天壤之别呀 之前这俩人身上 也没有命案 每一回一提起来 要杀人的时候 虽然说嘴硬 心里边谁都害怕 后来俩人就决定 咱们光说不练甲把式 咱得找机会练练手啊 不光是练手 这也是练胆量 这两个人 坐下的第一起命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上期节目 咱们说了 这起案子呀 对于他们俩来说啊 这是第一起命案 他们俩呢 就合计着 总说杀人杀人 你光说不练甲把式 咱们那真得杀一个 你这才能够真正的练胆子呀 在夜色的掩护之下 他们俩潜伏在了日杂店附近 看见镇上已经没人了 可不被这点人都睡觉去了 日杂店呢 也早就关了门了 里边有一间屋子 还亮着灯呢 俩人就等啊 哎呦 这户人家怎么呢 怎么还不睡觉啊 啊 怎么这么夜猫子呢 等了很长时间 见屋子里没动静了 俩人呢 捏手捏脚的 从日杂店后院的墙上 可就翻过去了 就扶在这窗户边上 就在那听墙根 然后开始用改锥 在后墙上掏砖挖洞 这家店这房子 盖的也不结实 拿改锥一撬 还真能撬开 这洞很快就挖成了 屋子里的灯光呢 也就从洞里给透出来了 张贵堂和严伟民 缩起身子 跟蛇似的 从这洞里啊 就钻进去了 虽然开着灯 可这俩人一看 这店主就在床上睡着觉呢 张贵堂看看这人 年纪不大 三十来岁 从这间卧室 通向外边售货的 那个外间 有一道铁门 张贵堂就琢磨着 得通过铁门 从那个售货间里边 搜出来值钱的东西 可是这么一弄 肯定就得把这店主 给惊动了 一转身 见门旁边 立着一根特别粗的顶门杠 这时候 张贵堂的心里 可就有了杀机了 顺手抄起那根顶门杠 朝着床上 正睡着的店主 那脑袋上 巴就抛过去了 那个人呐 哼了一声 头上刷就涌出来 很多血 身体激烈的抽出了几下之后 可就不动了 张贵堂跟严伟民 迅速的在屋子里边找钱 找来找去 慌乱之中 就找着二百多块钱 俩人也不敢久留啊 毕竟头一回杀人的 害怕呀 慌慌张张的 就离开了日杂店 临走之前 顺手拿走了一条 石林牌香烟 石林牌香烟 估计岁数小的都不知道了啊 现在都见不着了 过去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我是河北人 反正石林香烟呢 那是硬通货啊 一个月之后的 4月26号 张贵堂和严伟民 骑着一辆摩托车 就到了河南新密县的一个镇上 这回啊 他们还是选的一个烟酒店 晚上 俩人摸着嗨 到了小店后边的院子前面 院门呢 就是单善的一个木门 严伟民用电弓刀 在门上掏了一个洞 手伸进去 把门栓就打开了 一进小门 嘿 这门套门呢 还有一道木门 严伟民一看 你弄这么多木头门 它也没用啊 是不是 那我接着弄呗 如法炮制 把第二道门又打开了 俩人进了店里边 拿着打火机照亮 忽然就听见屋子里有动静 给俩人可吓了一跳 然后就看灯 啪 亮了 一个男的从里屋就走出来了 严伟民吓的呀 甩开两条腿 夺门就跑啊 张贵堂也想跑 还没出门呢 那个男的已经追了出来了 张贵堂从身上掏出来了半截子钢棍 朝着这人的脸 啪就打了过去 一下子把对方打倒在地上 张贵堂是杀气十足 又对着对方狠狠的打了几棍子 那个人可就翻倒在了地上 张贵堂刚要出门 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可就扑上来了 一把就揪住他 你们为什么要杀人呢 你还我的男人 哎呦 这女人呢 喊声可大了 震天响 张贵堂更紧张了呀 你别喊呢 是不是 你喊呢 不让别人听见了吗 他也想赶紧跑啊 可女人紧紧的揪住他衣服 就是不放手 张贵堂就拖着这个女人 到了院子里边 这女人还在那又哭又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张贵堂可彻底慌了神了 女人抱着他那样 他手里这钢棍也使不上劲呢 就从地上拾起了半截砖 朝着女人的乳房 哐哐就砸了过去 女人的乳房都很脆弱呀 惨叫一声可就倒在地上了 俩人飞似的就跑到了镇子外边 骑上放在卖地里边的摩托车 一路狂奔逃回了长阁 天将将亮的时候 俩人返回了住处 张贵堂当时那还是惊魂未定啊 气都喘不云似啊 在那说呢 也不知道咱把那男的横死了没 他们那女的还挺厉害 也不怕死 光着个身子也不穿衣服 抱着我还不松手 哎呀 要不是那个砖头啊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这头两回犯下命案 阎伟民可没动手 就问张贵堂 贵堂啊 杀人什么感觉呀 怕不怕呀 嗨 人豁出去了 有什么可怕的呀 杀呗 行 下回啊 该轮到俺了 有了这两回杀人越货 张贵堂就跟变了人似的 天底下就没有他害怕的事情了 他呀 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知道这是不归路 杀了一个也是杀 后边该杀还是杀 反正被抓的那都是一个死 张贵堂和阎伟民反复的聊过 未来我们的人生路会是怎样 张贵堂就说 伟民 咱除了有力气 手脚快不怕死之外 你想想咱还有啥呀 啥也没有 阎伟民也说 是啊 咱没好爸爸 也没指的上的好亲戚 要钱没钱 要技术没技术 咱不靠这发财还能靠什么呀 在张贵堂和阎伟民看来 抢劫杀人 这就是拿命换钱 因为杀人是要偿命的呀 不用懂法律 他俩也知道 不过呀 他们心里边还认定一个事 要过好日子 要过好日子 就得有钱 张贵堂和阎伟民 真正嗜血成性 是他们选择了起钉锤 作为杀人工具开始的 1996年10月15号 他们俩呢 在河南新政市离合镇 踩了一个点 也是白天观察地形 选择作案时间 选择作案路线 凌晨一点多 俩人来到现场 这是一个五金商店 也是在路边 自从在卫辉后河镇 犯下第一次命案之后 张贵堂和阎伟民 就把作案目标 牢牢的锁定在路边小店上了 在他们俩看来 路边店一般的都是独处一地 孤立无援 抵抗能力弱 方便下手 也方便跑 俩人从五金店后院的铁门上 翻进了院子 还是用改锥在墙上挖洞 这洞挖好之后 往里这么一看 床上睡着一男一女两个人 俩人就钻进屋去了 因为是五金店啊 那店里边那工具齐全呢 随手就从店里的货架上 拿下了两把起钉锤 毫不犹豫的 可就靠近了这一男一女 挥舞起胳膊 朝着俩人的脑袋可就砸过去了 张贵堂 这可不是头一回杀人了 非常的镇定啊 严伟民虽然说 是第一回牵手杀人 但是在张贵堂的鼓舞之下 也不慌不忙 把这俩人杀死之后 俩人从容淡定的在屋子里边搜索 终于在旁边的一个小柜子里边发现了两千多块钱 九几年 这可是不少了 他俩呀 稍微的缓口气 整理整理衣服 不紧不慢 不慌不忙 慢门悠悠的 可就出了门了 从这以后 张贵堂跟严伟民就觉得起钉锤 短小精干 便于携带 用起来呢 顺手 有力 于是决定 咱们以后啊 再杀人 就用这起钉锤了 选择起钉锤作为工具之后 他俩在作案的时候啊 还都会戴着匕首 通常呢 是张贵堂 先用锤子砸被害人 严伟民呢 再上去补刀 捅刺的部位啊 专挑心脏和颈动脉 一下子就能治人死命 严伟民的凶残 到后来连杀人不眨眼的张贵堂都佩服 是啊 我这锤两下就完了 他上去照着人脖子就捅啊 1997年1月19号 张贵堂跟严伟民在训宪新阵阵 残忍的杀害了郝清顺一家三口 郝家的那小男孩小葱 人家只有六岁啊 从1996年3月22号 卫辉第一次杀人到119命案 短短十个月时间 俩人做了命案七起 杀了13个人 重伤四个人 张贵堂跟严伟民呢 算是彻底的变了 原来那就是小偷小摸的 会会痞子无赖 可现在成了嗜血成性的杀人恶魔了 张贵堂和严伟民这么多年 到底犯下了多少罪恶呢 咱们上期节目说到 张贵堂和严伟民从一开始 小偷小摸偷个东西 牵个骡子都紧张的不行 可是一步一步的就成为了杀人恶魔 这个过程用了十来年 张贵堂在小偷小摸 牵走别人骡子的时候 还慌慌张张的 可是到了他举起锤子 砸向那个六岁小男孩的时候 那是心不惊肉不跳从容不破 这个曾经的石匠说呀 嗨 锤人脑袋呀 跟夯石头没什么两样 你看现在的张贵堂严伟民 那是兽性大发 2004年10月14号 严伟民在长阁石像乡 严庄家里边被抓捕了 严伟民被抓走之后 村民们都问 哎 这伟民犯了什么事了呀 有知情人就说 听说呀 伟民是杀了人了 消息一传开 乡亲们不信呢 不可能吧 伟民平时 人家就文化上过高中 多懂礼貌一孩子呀 他怎么干这事呢 确实是 平时严伟民在村子里边 见着上岁数的 大老远的就打招呼 叔啊 婶啊 大伯啊 大娘啊 哎呦 喊得要多亲 有多亲 点头哈腰的 村子里的老人都说 哎 这是个好娃娃 这娃娃真是好人 严伟民属于不折不扣的两面人 虽然从小到大 一直就没少了偷偷摸摸 被他破坏盗窃的变压器 多达几十台 但是他从来不在自己村子里和邻村作案 他跟张桂棠说过 桂棠 咱们想干什么 就记住一点 千万别动身边的东西 别动身边的人 严伟民的这种善于伪装 这是他跟张桂棠系列命案 持续几年都没被侦破的一个重要因素 每次作案之前 严伟民呢 都得换上一双新球鞋 也不是什么好球鞋 就特别便宜 最便宜那种 他说了 球鞋轻便 走路的时候啊 没什么声音 也方便跑 用完之后 就把这球鞋给扔了 下回作案 再买双新的 作案前呢 严伟民还得戴白线手套 用完之后也扔了 张桂棠呢 不戴手套 他说了 不行 戴着手套啊 手感不好 拿锤子不利落 1997年1月19号 两个人在训宪作案之后 严伟民严肃的跟张桂棠说 桂棠 从今往后 训现的一针一线 你都不要动 张桂棠瞪着眼睛 忽闪忽闪的就问他 为啥呀 严伟民就说 你不戴手套 你的指纹呢 很可能就会落在现场 警察获取之后 你这麻烦可就来了 最终结果也证实了 严伟民的担心很有道理啊 2000年5月2号 俩人在河北永年 入室杀人抢劫 两个人下手狠 弄得两只手呢 都沾满了鲜血了 在洗手池 洗这手上血迹的时候啊 张桂棠的指纹就留在现场了 这枚指纹对于公安部门来说 极其宝贵 对于张桂棠和严伟民来说 这是致命的呀 1998年4月初 张桂棠因为过去参与的盗窃案被告发 被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1999年10月2号 张桂棠刑满释放 2001年6月22号 张桂棠又因为盗窃罪 被贺必骑兵开发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张桂棠在玉北监狱服刑期间 严伟民可就失去同伴了 那是孤掌难鸣 他呢就回到老家 做他老师本分的村民去了 2004年9月底 119系列命案告破的时候 距离张桂棠刑满之日 只有九个月了 训献老百姓知道之后 拍手称怪啊 如果让这家伙出了狱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死于非命呢 审讯工作还在继续之中 2004年10月26号 汛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把另外一个人朱国斌抓获 与此同时 185起与张桂棠和严伟民有瓜葛的各类刑事案件 相继告破 汛县公安局一举抓获 多起案件的同案犯 张国庆 张杰 等18名犯罪嫌疑人 据汛县公安局侦察认定 自1996年3月22号 到2000年5月2号 河北永年命案 短短4年时间 张桂棠 严伟民等人 先后犯下命案12起 杀死20人 重伤5人 各位 您就听听这数字 光是命案就12起 其他的那些案子 加起来100多起 119系列命案的告破 极大的鼓舞了 广大民警侦破命案的积极性 从2004年6月初 到2004年12月底 全市一共破获命案55起 现行基案命案侦破率 从全省18个地级市的倒数第二 直接就升到了正数第一 2005年2月份 训宪公安局把张桂棠 严伟民 朱国斌 杀人系列案 移交到了训宪人民检察院 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制裁 在十日无多的日子里 张桂棠他们呢 也忏悔了 张桂棠说过 那些被害人呢 怪冤的 俺们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没钱 谁瞧得起咱呢 严伟民说过 我呀 就想着在村里 盖一个漂亮的 一砖到顶的小楼 让村子里的老少爷们们 都看看啊 让他们都别小瞧我 张桂棠呢 也有类似的想法 不过他说呀 我要是把那楼都盖好了 到时候最该到村子里瞅瞅的 就是我乔妹妹 还有乔妹妹的家人 两个人抢劫钱财最多的一次 是在河南燕陵 那次俩人入室 杀死一对夫妇 抢了十万多块钱 最少的一回是在河北威县 杀死了四料门市部的守夜人 只抢到了一百块钱 在张桂棠和盐伟民看来 我们哪 跟被害人哪 是无冤无仇 杀人就是我们的手段 这也算是我们的投资投入 获利 这才是目的啊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命案 往往就是因情而起 因仇而起 因钱而起 往往很多的仇 又跟钱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总说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要说谁不喜欢钱 那都是说假话 对吧 因为我们生活 我们过日子吃喝拉撒 都得花钱 都得用钱 但是我们得取之有道 我们得通过合法手段 我们通过自己的辛苦打拼去挣钱去 人生的追求啊 要有钱 但是不能只是钱啊 在现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 挣钱难吗 不容易 对吧 凡是养家糊口的都知道挣钱不容易 但是难道毫无指望吗 也不是 往往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啊 过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特别容易去责怪他人 责怪家人 我没有好的身世 对吧 我没有好的背景 去埋怨社会啊 没有给我更好的机会 但没有人去反思自己啊 你做了什么努力了吗 我怎么没做努力啊 我天天上班多辛苦啊 我天天工作 一天忙活十来个小时 那不也没挣着钱吗 往往啊 这种努力呢 是一种机械的重复性的努力 我们有没有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去努力的学习呢 去努力的拓展自己的眼界 拓展自己的知识呢 学习是成本最低的 一种能够改变自己 能够改善生活的途径 学习的时候呢 不要抱着一种功利的心态去学习啊 我就要七天学会怎么赚钱 我就要一个月学会怎么炒股啊 半个月学会怎么弄基金 对吧 半年怎么能让我这个变成百万富翁 这都不现实 而是应该秉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 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 我诗词文章读的多了 那么潜移默化的 您的文笔就会好 也许有一天您就会发现 我写个什么东西 我就能成为畅销书的作家 对吧 我翻遍了艺术史啊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艺术作品 我能够读懂这些艺术作品背后的内容 背后的深意 我把各种设计软件弄得滚瓜乱熟 那么您就会发现在不经意间 您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特别顶尖的设计师 这只是举个例子啊 不管在哪个方面 您塌下心来努力的学习 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么到时候金钱自然而然随之而来 同时也是到了那时候 您可能就发现金钱不是您在追逐的唯一目标了 所以如果您问我 怎么改变想法 怎么改变自己 怎么让无聊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一切的一切 最终都可以用两个字来解答 学习 最近一段时间呢 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二阳了 是吧 我呢 倒是测了测 阳倒是没阳 但不知道为什么啊 开始浑身没力气 您各位可能也听到了 这嗓子呢 这就又要坏事啊 所以呢 您各位要是听着 哎呦 感觉今天声音不好听 您多担待着吧 今天咱们说的呢 是因为换亲而引发的一处血案 父母包办婚姻 现在啊 在很多传统地区 非常传统的家庭里面 依然存在 但是换亲已经比较少见了 不过时间往前倒个三四十年 换亲的这种情况 还是非常多的 顾名思义 换亲就是 我家儿子娶你家闺女 我家闺女嫁你家儿子 是亲上加亲 对吧 双喜临门啊 这么一个意思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事呢 是发生在四川遂宁市 安居坝区三圣庙村的 91年1月28号 对于三圣庙村的刘家来说 这可是个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喜气洋洋的日子 在这刘家院子里边啊 西头两间小屋 门上窗户上 贴满了大红喜字 鞭炮噼里啪啦之后啊 新娘子薛云秦 在大伙的这种祝福 簇拥起哄之下 走进洞房 按理说 新婚生活是最美好的呀 但是谁都没想到 过了不到一年 1992年1月27号 薛云秦却因为杀害两条人命 在刑场被执行枪决 那么到底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发生了什么呢 从头来说 这薛云秦呢 在这个村子里边 大伙呢 对他评价还都挺好啊 挺聪明 挺能干这么一人 虽然不说特别漂亮吧 但是为人处事的不错 有不少人呢 都给说没 但是啊 薛云秦的妈妈张大娘 不愿意都回绝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的大儿子薛永 还没成亲呢 因为过去啊 经常有这种换亲的事 儿子要是不好娶媳妇 那么呢 就用闺女去换 90年春节的时候 这张大娘啊 为儿子的婚事急得都不行了 走亲访友 在外村呢 正好就惊着了 一出换亲的婚事 这张大娘一琢磨 对呀 我要是拿我小女儿去换 不就能给老大换回来一个媳妇吗 这天夜里啊 张大娘躺床上 翻来覆去 说什么也睡不着了 想来想去 没合适的呀 最后啊 他觉得 哎对 老刘家可能有戏 因为啊 老刘家的儿子 眼上有毛病 算是有点残疾 如果说 我要让我的小女儿 嫁给他 那么 他家姑娘 不就可以嫁给我家老大薛永了吗 这不正好吗 想来想去 最后下定决心 找梅人 牵线搭桥吧 咱们呢 再来说说老刘家 这老刘家的女主人 叫周秀芬 儿子呀 二十四五岁了 在农村 还没结婚呢 虽说算是挺大的了 因为儿子 眼上有毛病 再加上家里边日子 过得也不富裕 拿不出多少彩礼钱 整天急得也不行了 没人呢 接着这活之后 没感觉 这两家合适啊 于是 一拍即合 很快 就算是定下婚约了 这张大娘呢 把小女儿薛云琴 许配给周秀芬的儿子 刘文渊 而周秀芬呢 把女儿刘慧 许配给张大娘的儿子薛勇 薛云琴是大姑娘了呀 人家也有自己 对未来人生的憧憬和追求啊 所以知道这事之后啊 他不愿意 就跟自己的妈妈说这事了 妈 我不同意 快让我大哥去退婚去吧 可是张大娘呢 一再劝他云琴哪 这就是咱们女人的命 在咱们家最重要的事 不就是你大哥的婚事吗 啊 你就算是为了你大哥 委屈你了 薛云琴哪听得进去这个呀 就又去找自己的姐姐啊 来诉说对这事的不满 又去找二哥二嫂 让二哥二嫂呢 帮他说话 梅人哪 后来来约婚期啊 你得定日子呀 具体哪天办事啊 薛云琴呢 也是又哭又闹的 就是不同意 张大娘啊 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定婚期了 万一定下来 女儿到时候不干 弄个不欢而散 那也下不了台面啊 于是让梅人呢 告诉老刘家 说婚约呀 反正已经定下来了 日子呢 稍等等再说啊 张大娘 跟梅人说好了之后啊 转过头来 就跟薛云琴说 云琴哪 你要不同意 跟刘文渊结婚 那这刘家妹子 也不会到咱们家来呀 你哥呀 比刘文渊年纪还大呢 就找不着对象了呀 妈 你不能什么事都想我哥呀 你怎么就把我豁出去了呢 张大娘一看 怎么劝也不管用来应的吧 张大娘啊 这回换了一副嘴脸 又哭又骂 并且说了 你呀 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活了 说着还要往井里跳 得亏让邻居给拉住了 薛云琴 看着自己这老母亲 再想想 自个儿的爹呀 早就死了 这么些年来 老母亲一个人 为儿为女 是操碎了心 五十多岁 头发就都白了 整天地里的活得干 家里的活也得干 再想想自己的大哥 三十了 找不着个媳妇 这老妈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 我在这家还怎么住下去啊 是啊 我妈说的也对啊 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也得为家里人想想啊 于是啊 眼含热泪 就答应下来了 张大娘一看 哎呦 答应了 赶紧的吧 怕夜长梦多 万一薛云琴在变了卦 怎么办呢 赶紧又把媒人给叫过来 跟这周秀芬呢 私底下 请算命先生 选个日子 这就算是最终确定了 1991年1月28号 这对于薛家和刘家来说 都是双喜临门的好事 薛云琴跟刘文渊 举行了婚礼 同时 这也是薛永和刘慧的婚礼 但是这两对啊 都没领证 就都是办婚礼啊 那时候啊 很多 尤其是农村地区啊 感觉领不领证 无所谓 呃 办了婚礼了 这就算是结了婚了 这两家人 甭提多乐呵了 这么多年的心事 总算是了了 这一天呢 是大喜之日 亲朋好友们都涌进来 在那吃吃喝喝 说说笑笑 闹闹洞房 前前后后热闹了好几个小时 这薛云琴呢 一直就沉着脸 是一丝笑容也没有 人们一看 云琴这摆明了不高兴 咱们也别自讨没趣了 赶紧走吧 新婚之夜 一般情况不是入洞房吗 对吧 尤其是在老年间 通常新郎新娘 在新婚之夜 这才会第一次发生关系 但是 这天夜里啊 这新郎新娘 俩人就跟互相不认识似的 薛云琴都没往床上躺 做了一个通宵 刘文渊呢 倒是困了自己在床上啊 呼呼的睡的挺踏实 到了第二天 薛云琴不能再坐一宿了 扛不住啊 上了床 准备睡觉 刘文渊呢 就主动的跟他打招呼呗 啊 手来了 又打又骂 把刘文渊就赶下床了 哎 这小两口的这点事啊 也不知道谁传出去的 反正很快 在村子里边传开了 大伙都当个笑料似的 那三五成群的 这吃完饭了 墙根底下一站 互相就聊聊 薛云琴 后来听到乡亲们议论 气得都不行了 这是谁说出去的呀 肯定是刘文渊说的呀 啊 反正我没说 要不是他说的 别人怎么能知道呢 好几天 这薛云琴对着刘文渊 都没有乐模样 天天哪 这日子过得是真不安生 那最后这人命案子 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哪 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薛云琴 嫁给了刘文渊 换亲之后 这刘文渊的妹妹刘慧 也嫁给了薛云琴的大哥薛勇 别看结了婚了 三天两头的 跑回娘家 守着自个儿母亲 在那天天以泪洗面的 她呀 一次又一次的 跟张的娘说 不愿意跟刘文渊 生活在一起 而刘文渊的妹妹 这时候不愿意了呀 哎 我这嫂嫂是怎么回事啊 啊 怎么又哭又闹的呢 刘慧呀 为自个儿的哥哥 打抱不平 所以呀 时不时的 就也张嘴 说薛云琴两句 再说薛勇这边 也挺为难 自己的妹妹 是为了自己找媳妇 这才出嫁的 可怜自己的妹妹 但是啊 也不敢得罪 新娘刘慧 那只好不说话呀 两边谁也甭帮啊 就当没听见呗 心里边啊 是真为难 张的娘呢 就陪着薛云琴呗 劝她呗 怕这小会儿听见了 再跑回娘家去 这可怎么办呢 就只能劝自己闺女 云琴呐 你不愿意再留家 那人小会儿 也不会在咱们家呀 那你哥怎么办呢 你啊 还是回去 跟她将就着过吧 人不就一辈子吗 很快就过去了 就这么回事啊 薛云琴呐 每回听完自个儿 妈这么一说 心里边更难受了 回到婆家之后 整天的闷闷不乐 也不愿意 跟刘文元母子俩 一个桌上吃饭 到了晚上啊 又哭又闹 这一家人呢 也没法睡个踏实觉 这张大娘 还那边的周大娘 对吧 这两位老母亲哪 是儿子的婚事解决了 现在呀 哪个家里过的都不消停 张大娘看着薛云琴 一天比一天憔悴 也知道自己委屈姑娘了 也没事啊 自己就抹眼泪 再说周大娘 看薛云琴又哭又闹 跟儿子过不到一块去 心里边着急啊 这薛云琴呢 跟刘文元呢 别看结婚第一天 关系就不怎么样 后边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她呢 想回娘家住 张大娘又不让她回 不让她在家住 怕她大嫂 刘小会 也跑回自个儿娘家 可不回娘家吧 又不愿意跟刘文元 在一块 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候薛云琴脑子里 可就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打这儿以后 薛云琴也不吵了 也不闹了 也不回娘家 哭哭啼啼了 表面上来看 她是认了命了 但是她可不认命 心里边打着主意呢 1991年春节之后 薛云琴回娘家 背着家里人呢 找了一个 那洗洁精的瓶子 盗走了家里 小半瓶的农药 又在他们村的代销点 买了两包老鼠药 第二天呢 回到婆家 把这些药 就藏在了一个 大红木箱子里边 1991年4月4号 刘文元这天干活的时候呢 感觉热出汗了 把衣服就脱了 但毕竟 四月初 那时候天气啊 还没那么暖和了 小风呢 还是挺凉的 这么着 就着了凉了 哎呦 薛云琴表现的 可殷勤 可贤惠了 又请大夫 又抓药的 亲手把中药熬好了 为什么这么贤惠啊 这是逮着机会了 平时还不知道 该把这毒药下哪呢 这回正好他要喝中药 那就一块喝了吧 暗地里啊 薛云琴把毒药 就倒进了中药汤里 怕这药难吃 这刘文元再不吃 那不浪费了吗 又加两勺白糖 祸了云了 过去之后 来文元 吃药吧 到了第二天 这刘文元 并不光美好 更厉害了 那不废话吗 吃了毒药了呀 中了毒了呀 在那吐个不停 薛云琴一看 哎呦 这药质量 是不怎么行啊 怎么还没死呢 是不是药量不够啊 他就把剩下的农药 还有老鼠药 都倒进中药汤里 端给刘文元了 刘文元呢 喝了一口 我不喝了 太难喝了 就把那碗呢 给放下了 周大娘呢 也劝他 我说文元呢 病了得喝药啊 不喝药哪好得了啊 薛云琴呢 也劝对呀 妈说的对呀 你得喝呀 可是刘文元 说什么也不喝了 假如说薛云琴 到这就住手 没准 这事情 也就那么糊弄过去了 可能真就以为刘文元 是生了什么病了 过几天好了 也就好了 但是薛云琴 就一心想着刘文元得死 他就感觉呀 刘文元死了 那我大哥 也能把嫂子给留住 我呢 也能摆脱他 这是千方百计 就得弄死刘文元呢 见刘文元 喝了那药 也不见笑 就想着 是不是拿回来 这药时间长了 过期了呀 要不就是药量太少 思来想去 干脆 又到他们村的代销点 买回来了老鼠药 到了晚上 薛云琴 在中午刘文元 剩下的药里 又加上了一包老鼠药 让刘文元喝 刘文元呢 这回又是端起药碗 放到嘴边 尝了一口 呸 太难喝了 放下药碗 又不喝了 4月6号的时候 薛云琴 起床做饭 心里边就合计呀 这药他也不喝 可怎么办呢 他呀 把放着毒药的那药汤 再次的热了热 端给了刘文元 还怕露馅呢 还当着婆婆的面说 文元 你喝吧 热了好几次了 你不喝药 这病怎么好得了啊 刘文元喝了一口 这药 又苦又麻又辣的 我不喝了 这周大娘着急呀 这孩子不喝药 这病什么时候 才能好啊 哎呦 我说文元 你快喝了吧 喝了病就好了 哎 我也感冒了 我也喝两口吧 说着端起碗来就喝呀 薛云琴一看下的呀 他没想毒死自己婆婆呀 但是他也不敢声张啊 总不能这时候说 妈别喝 这药里边我下毒了 他不就完了吗 这可怎么办 周大娘啊 顿顿顿 喝了几口 哎呀 这药是不好喝 有点麻口 妈就说 喝着 这嘴里感觉麻 这么着吧 文元 我呀给你拿点白糖来 说着 还却拿来了白糖 但刘文元还是不愿意喝 薛云琴呢 就在旁边跟婆婆说了 妈 今天 他要是不把药喝完了 就不端饭给他吃 周大娘呢 哎 倒感觉你看我这儿媳妇 是真心疼文元了 啊 对 这云琴说的对 喝完了药 才能吃饭 刘文元一看 这媳妇 包括自个的妈 是又拿糖 又端药的 再听了这话 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了 得了一咬牙 一跺脚 一口白糖 一口药 把这药啊 算是喝完了 恨不得救了半斤白糖 薛云琴呢 接过晚来 就去外边洗 刘文元这回喝得足啊 恨不得把那药 都夹到这药汤里了 在床上躺了 一会儿肚子疼的 就不行了 汗呢 刷就出来了 哇哇的吐 满床的打滚 连喊救命 周大娘一看 儿子这么痛苦 刚想着去照顾儿子 看看怎么回事 突然也感觉难受 当时四肢麻木 天旋地转 匡腾一下 倒在地上了 这周大娘母子俩 不是说中了毒 立马就弃绝身亡 不是过去上电视演的 什么含笑半步天 对吧 走半步就玩完 没那么快 在那难受的呀 哭天喊地 邻居们听见了呀 乡亲们就都赶过来了 大伙就商量 怎么办呢 送医院吧 得拿担架抬着呀 可没担架怎么办 人们手巧啊 过去老百姓啊 什么活都能干 得了 自个儿砸一个 简易的担架吧 这担架还没砸完呢 刘文元跟周大娘 可就都断了气了 眨眼之间 俩人都死了 给乡亲们惊得是 木凳口呆呀 一下子 大伙全都看向了薛云琴 薛云琴 当时啊 吓得可就坐在地上了 脸色惨白惨白的 低着头 不敢跟大伙对视 这当地的乡亲们呢 一看薛云琴这个样子 肯定是他使得坏 因为毕竟之前 薛云琴是又哭又闹的 跟这一家人关系 太不合了 这就跟公安机关 报了案了 薛云琴 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之下 如实供述了杀人罪行 刘文元母子不幸被害 不满二十岁的薛云琴呢 依法被判处死刑 咱们再来说 周大娘的女儿 刘文元的妹妹刘慧 刘慧啊 在自己的母亲和哥哥离世之后 也是大闹薛家 最后离开了薛家 不跟这薛家老大过了 可怜这薛家大儿子呀 结婚不到三个月 又成了光棍了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吕鹏大案即时 中外最暗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